那我们接下来谈另外一个就是分期付款销货的问题 好 那分期付款销货呢 当然基本上一样 我们的分期付款 如果 如果呢 我可以分期付款的意思是说 我把货交给对方了 然后呢 对方呢 按照我们的合约 分期财货付款 所以呢 一样 我如果对于收款没有重大不确定性因素的话 那我当我销货的时候就承认销货收入 好 这个叫普通销货法 你说基本上来讲 现在我们其实也不想 怎么分期付款销货法 因为基本上我们是销货的时候 对方如果让我没有办法确定他会付款 你会卖给他吗 应该不太会吧 好 所以我们现在谈的是 如果你是分期付款销货 以前 我们台湾的财务会计准则呢 可以分成 基本上可以分成三种的会计准理 大家就认真听一下 我不会去讲很复杂的那一块 我们只讲比较单纯的 好 也就是说 台湾的会计准则 对于分期货款销货 我们的会计准方式有三种 一种呢 是 如果我能够确定 对方付款 没有重大的不确定新因素 也就是说 我卖东西给对方 然后呢 虽然是分期付款 或者是分两年 或者分三年 但是对于买方会付款这件事情 我们有重大的不确定新因素 也就是说 我可以估计的出来 他会付款 他有多少可能不会付款 意思是说 如果发生灾状 我也可以估计的出来的话 那就符合我们的收负任劣原则 我们刚刚说收负任劣原则是 我旅行的 我的义务之后 未来我会收到钱 我们有不确定性的因素 好 也就是说 就算我会收不到钱 但是我会估计的出来 那也表示什么 我可以确定 我会收到多少钱 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可以承认我的 销货收入 这种会计处理方式 我叫普通销货吧 因为你去问什么 我们平常在做销货收入的任劣 是一样的 这是普通销货吧 好 那另外一种 我们现在呢 国际会计准则 大概就讲普通销货吧 也就是说 对于 因为我比较合理 如果我卖给你的时候 我对于你会不会付钱 我重大的不确定新因素的话 如果有重大的不确定 我会把东西买给你吗 应该不会吧 好 所以国际唯一准则目前只讲一种 当我分期付盘销货 那我原则上就是用普通销货法 我们课本上面的例子 也是普通销货法 那只想说 他要唯一准则另外两个 一个叫做分期付盘法 也就是说 我根据我的当时卖的时候的毛利 来跟注我的收入 来跟那个来认列 也就是说 当我卖出去的时候 我的毛利因为未实现 所以我是地缘销货毛利 那这个地缘销货毛利 会未来跟注我收到现金的比例 来什么 来转列为销货毛利 这是另外一种方式叫做 这个分期付盘法 好 那这个分期付盘法 原则上它还不是很保守 因为我每一次收到钱 我还会承认一部分的收入 销货收入 因为销货毛利才是我净算 因为我的收入 销货收入减到我的成本 才是我的毛利 毛利才是我赚的钱 好 所以我的分期付盘销货 它不是很保守的 那个快递处理方式 因为我是根据我收到钱 我就开始比例 来承认我的毛利的认业 好 那另外一种叫做成本回收法 成本回收法呢 我们会讲到 这个观念中 我们在讲那个建造合约的时候 有点像 那我们成本回收法的处理方式就是说 我收到钱的时候 我先当作是我的成本收回来 当我收到的现金 大于我的成本的时候 我才承认我的毛利进来 或者是再承认我的收入进来 好 所以当我假设说我卖的东西是10万块 我的成本是7万块 当我还没有收到7万块的现金之前 我都不承认我有收入 因为我收到的钱 都是当作我的成本回收 好 这叫成本回收法 好 那相互毛利法呢 就是指我卖掉的 其实刚刚讲说我的毛利是30% 因为我卖叫10万 我的收入10万块 但是我的成本是7万 所以毛利就是3万 3万的话就是30% 所以当我收到1万块的时候呢 收了1万块的现金的时候 我就承认3000块的毛利 这叫分期付款销货法 那我们现在讲 分期付款的时候 我们说了 基本上国际互利准则 大概它是其中 叫做我们以前所谓的普通销货法 也就是说 我卖的时候就要履行我的义务 我也没有重大不确定性 我的义务 那个收入收不到钱 我就承认什么 我就承认销货收入了 好 这个叫做普通销货法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课本上面的例子来解释 当然 它是从分期付款销货 大家知道分期付款销货 事实上 它一定有什么 有利息存在 也就是说 当然同学大家会想说 诶 我们最近不是常常看到新闻讲吗 什么 其实说他鼓励人家买摩托车的话 就是三十六期零利率 六十期零利率 是真的零利率吗 因为我跟他讲说 好 我不要分期 我直接付现金 好 就算他不会给你现金上的责任 假设 接下来摩托车五万块 他就说六十期零利率 好 本来是五万块除六十期的话 每个月就是交多少 好 六十期就是等于 六十期每个月就交 五万块除六十期就除不进 好 假设是六万块好了 六十期 所以每个月你就是付一千块 那如果你跟他讲说 我不要分期 那我直接付现金 好 那他一定会给你折扣 那这个折扣的方式 有时候他要避免掉 所有的零利率的那个 尾位 他就会说 那我送你保险 送你什么大锁 送你什么暗锁 送你你就有的没有的 那其实这些东西就是什么 给你的折扣啦 好 就因为你去勤勞车 你说要保险 要新车全险啊 什么失窃险啊 什么擦状险之类的 所以都会有 所以那一保起来 可能也要好几千块 甚至上万的 车子都要 车子都要至少五六万 如果全险的话 好 所以呢 他摩托车可能 你也到好几万 可是我想 如果你是保全险的 什么失窃险啊 或者是什么碰撞险啊 什么什么险的话 可能七八千块都保不掉 可以这样的 如果送你这样的保险 他是不是 就意思是跟你折扣一样 跟你现金折扣一样的意思 好 所以虽然说零利率 世上还是有利率存在的 好 那我们先来谈一下咯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当你分期付款 就像我们之前讲的 跟我们在讲出令一样 我的 我的现销价格 就是我出令的公领价值 刚刚好有同学问我 公领价值 就是我当时候售价的现销价格 就是现金交易的价格 好 公领价格就是我现在交易的时候 一手付钱一手给我东西的价格 但经理分期付款的时候 你一定不会是这个价格 好 所以你的付款的总额 跟我的租赁很像 印凶租赁款 跟我的现这个公领 租赁赁的公领价值中间的差 是我的未实现利息收入 对吧 如果大家已经讲过 第19章租赁 你应该就很容易去理解 但我们在讲分期付款的时候 就是这个概念来的 一样就是这样的概念 好 我们来看一下分析付款消货 请你看一下呢 市立四 好 两百二比一页 好 市立四呢 他说邦德公司呢 是七 汽车的经销商 好 然后呢 X4年底用分析付款的消货方式呢 出售成本六十三万的汽车一步 当日呢 就收限十万块 然后其他人呢 从X5年10月31号开始 就是每一年为一期跟五期收取 每一次收盘的金额是211038万 这个汽车的限销价格是三十百九十万 那分析付款的利率是百分之十 那我的收限没有重大的不确定性存在 所以呢 我们怎么去编他的分析付款的摊销表 也就是说 我们销过的时候就跟我们的什么 租赁很下 好 那我们现在是站在什么 承租赁 因为我们承认收入 所以我是什么 站在出租人的立场 我现在是承认收入啊 好 所以我卖这个东西 我这个成本 所以这个有点像我们什么 销售型的融资 租赁 销售型的租赁 销售型的租赁是我的成本 跟我的现销价格之间的差 我先承认我的什么 销获毛利 就是收入跟成本之间 我是当下我就承认毛利存在了 所以这个概念是很像的 所以呢 我们一开始卖的时候是借 对 运收账款 因为我们全部收到钱 好 运收账款 好 只是说 它通常会写运收分期账款 会跟一般的运收账款分开 好 然后呢 因为这个例子是当下 我就先收到了现金10万块 好 好 接下来呢 你可以看一下 我的运收账款是211038×5 好 所以是1055 1055 190 好 这是我会 未来的五期会收到的现金 那我的销货收入 我的现销就是我才能够承认的销货收入 销货收入是90万 所以剩下来就是我的什么 未实现利息收入 好 这是跟我们之前写租赁的时候是一样的 好 所以呢 是 对 那现销货价格跟售价值所差 一样啊 那为什么前面之前的售价跟公民价值会付呢 那是售后租回的时候吧 所以只有这个时候才会付呢 对啊 所以他就有一点作葬的心 我们才会售后租回的利益能不能承认啊 好 所以基本上没有特殊的条件 我说只有售后租回才会有可能售价是跟公民价值不一样的 你只要想嘛 这个东西一旦他估计来就是100万 你会用100万以上跟他买吗 不会 卖方会用地域100万卖给你吗 不会 你如果出价值说我卖给你啊 别人可以卖啊 因为公民价值就100万 所以售价原则上一定是等于什么 公民价值 那售后租回你的 为什么会有售价跟公民价值不一样 就是因为 买卖双方有可能 卖方呢 是要跟买方借钱的 来用这种方式去做一些的快递处理 然后去隐藏了某一些的事情 所以我们才说 当有这种情形的时候 我们售后租回的利益 能不能承认 损失能不能承认 就要看后续的一些规定 好 好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 我的未实现利息呢 就是255190 好 那这个就是总额法的写法 好 我们说未实现预期收入 跟我们想出力一样啊 未实现预期收入 编表的时候放在哪里 选一表是资产负贷代表 二选一 可是选一表啊 选一表啊 选一表啊 但是未实现 编害定地理 编害定不是选一表的科目 那不是选一表 就是资产负代表 好 资产负代表它放在哪里 运修 对其上款的底下 它是一个简像 就这样 好 这种就是总额法的写法 那课本上面有写一个 净额法的写法 就是 它没有未实现利息收入 好 另外一种净额法的写法 没有未实现利息收入 它应该承认 交货收入九十万 它拿到现金十万 运收 非行账款就八十万 这是净额法的写法 这个八十万 是不是就这个跟这个相减得到的 一样的结果 好 课本上面都选说 这种就是总额法的写法 这种就是净额法的写法 那不管总额法也好 净额法也好 你放在选一表 放在资产负代表的 数字都一样 这个意思 就是我做完这种分布以后 我贴资产负代表 应收问题账款的净额就八十万 净额法直接就是 应收问题账款就八十万 就这样而已 好 这是总额法的写法 这是净额法的写法 好 那接下来看一下 那我们说呢 做完这个分期货版呢 就跟我们在讲租赁一样 我要做贪销表 它应该告诉你的利率是什么 百冤之十 好 所以你可以看看我们的分五期嘛 所以 一、二、三、四、五 好 拿到了现金 然后这个 或者是存在的利息收入 好 然后呢 我的运收出利款 或者未实现利息收入 未贪消的金额 好 未实现利息收入的余额 未贪消 好 跟我们的注定是一样的 好 所以基台这边就是什么 运收分期账款 好 我们先看看如果是总额法的写法 好 我这边是不是有二、五、五、一、九、零 这边是一、零、五、五、一、九、零 好 第一次 好第一次 我是不是是 插五年底 我付了二、一、一、零、三、八 这是付的现金 收到的现金 还不是付 我收到的现金 那我收到的现金 因为我的利息是根据什么 这个简压的对我借给买方真正的本金 承当利率10% 所以我承认利息收入是8万 承予8万所畏 位未实现是什么 17万5,190 那我这个金额呢 好 未实现利息收入呢 我是二、一、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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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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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址 所以第一期我的驴盒是844 152 第二次呢 等於是什麼 我這個減這個就是我借款的 運輸分期上款的金額 去算我第二期的利息 所以減到175190 乘上10% 所以是66896 668就行 寫錯了 66896 好 我第二次第二年 插用年底 好 我承認利息收入 好 然後利息收入 看一下說我的未實現利息收入 175190 所以是108294 好 好 然後因為收空氣上款 我要收到211038 他以為做出你沒期都是收這個金額 好 收5年嘛 5期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是844152 減到211038 所以是633114 好 第三年 好 這是差5年年底 差6年年底 差7年年底 好 那第三年呢 一樣 我的運收帳款金額 108294 所以是524820 甚至10% 就52 482 好 然後我的未實現利息收入 就會從108294 減少為55812 那我的運收入盤 因為收到了211038 所以是633114 減少211038 所以剩下422076 好 依此人權到第五年 我付了這個金額 運收分期帳款就0 好 這個開銷的其實跟 課本上面的600 220 二葉後面寫得完全一樣 好 所以我是寫到差7年底就好了 好 為什麼寫到這裡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我的運收帳款的 金額 毛額是422076 好 但是我的金額呢 就是 這個寫下這個 就是我的金額 好 所以每一次我年底的時候呢 我每年年底收到現金 好 我們看一下 差5年 收到現金的時候 我是借現金 待應收分期帳款 好 增根課本是一樣的 跟我們前面講的出令 是完全一樣的 好 211038 211038 好 這個分數我會寫5 4 因為從差5到差10 好 然後呢 我每一次會承認 把會實現利息收入 轉為利息收入 好 然後轉為利息收入 好 每年 每年 我的客戶都一樣 金額補免 根據上面 第一年是8萬 好 第二年呢 是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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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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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6 7 6 7 7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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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8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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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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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分路 这个金额 不管他有没有付钱 我都要先承认进来 因为事实上我已经接他一年 根据一开始的合约 我就可以承认10%的利息收入 所以差七年 不管他有没有付钱 我都先承认这个进来 因为事实上我已经接他一年 所以我可以承认10%的利息进来 这是固定的 好 那接下来看 问题的重点是 他在差六年底付了钱 说他差钱也就没付了 所以我的运收分期账款 运收分期账款 在差六年底的时候 是这个金额 差六年底的时候是这个金额 那我到差七年底 我的运收账款的金额是多少 因为等于是我借人家 真正借的钱是多少 这个是毛额啊 这是毛额啊 因为我没把贵实现一起扣掉 所以我的毛额是611 所以我的运收账款 贵实现的是633114 等于说运收账款在差六年底的时候 我还是要欠这个金额 本来我是简单 那个差六年的话 我的未实现是108294 所以我的未实现的金额 就是我的运收账款金额 运收分期账款金额 是这个金额 减这个金额来的 但是现在是这个金额 我在差六 我在差七年底的时候 我是不是讲了 虽然他不付钱 可是我已经切差一年了 所以我事实上还是要承认 一年的利息收入 所以我的分开完之后 我承认第一 差七年底的利息收入 我这个金额剩下多少 55815 55812 我刚才讲了 这个分路就要时间经过 我就要承认进来 不管他有没有付钱 因为事实上我就切他一年 我就可以承认 我一年的利息收入 所以这个分路 我都要写 好 那我现在要切我的金额 就等于说 我帐上说 这个资产还有多少的价值 所以633114 减掉55812 所以是577302 577302 好 人家切我这个金额 可是我把这个东西收回来 因为他后悔了 他不是后悔了 他不付钱了 我把东西的这个权利把它收回来 那我把它收回来 这件事情我说了 我收回来这个资产 我要入账 那收回来要入账的金额 怎么决定 以我收回来这个资产的公领价值来入账 所以看一下 这里告诉你 在X7年底 他没有再付款了 而我把这个车子收回来 这个时候的公领价值45万 好 所以我把它收回来 就是贷出售 因为我是汽车贷出售 或者是应该是说 如果我是一个汽车经销商 就是我的存货 好 这个科目 因为我收回来 我是准备 以后还会再卖的 所以我也列谢 直接把这个承认为存货 那存货呢 我说入账的金额一 我当时候收回来那时候的 公领价值来入账 那我要冲销的是什么 当时我的运收账款 运收分级账款 还没有收回来的金额 所以运收分级账款要冲呀 运收分级账款 运收分级账款 好 我的老额是不是写在上面了 633 第14 然后呢 我的未实现利息收入 剩下 5581 这个账上说 我还有这样的价值的 运收账款金额 但是我收回来 提回来 提这个的金额就45万 所以我承认什么 收回商品 收回损失 收回损失 因为 公领价值比较低呀 就45万而已 所以我收回的损失是 127 302 好 借账款就平衡了 这样看懂吗 好 因为我收回了之后 我收回了这个东西又去抵掉 他当初他欠我的东西了 当然 如果当初他 当然他这个合理账 大概你一个损失 你只能承认了 他这个损失也要承认 损失吗 或者你当初有承认 你有贝底 因为应修账款 我应修账款 我是不是承认贝底呆账 你就像我账款收不回来 我去从我的贝底呆账一样 好 所以如正常来讲 你应该去抽你的贝呆 贝底呆账 因为运收账款 根据我们的会计准则 不用国际 台湾的会计准则 也是有这样规定 我必须根据运收账款的金额 或者是运收账款余额法 或者是相互百分比法 来承认该账费用 当我真的发现账款收不回来 是抽我的贝底呆账 好 所以 底面上更好的是 我们应该是抽我的贝底呆账 那一样贝底呆账 都不够充 没有关系 期末调整再来调整 贝底呆账永远不会产生戒方余额 在你的报表上面 好 平常账策上面 产生戒方余额没有关系 但是你编表的时候 贝底呆账 绝对不会出现在戒方余额 他已经只会出现在戒方 好 所以跟在聘修账本底下 就这样而已 所以课本上面可以看一下 好 可以看一下呢 在我们的224页 好 我收费商品存货45万 就根据我的什么 根据我的供领价值 收回那时候的供领价值 好 那我冲销的债权 这是冲销的债权 我东西收回来我的债权就冲销了 所以我的债权相关的科目就把它冲掉 那我收回来的供领价值低于我的当初的债权 我就产生什么 收回损失 那因为如果你有被提列被迷代价 就冲你的被迷代价 好 就课本上面的224页所写的 好 那如果净额法就是 如果是净额法的话 如果没有为实现利息收入 如果没有为实现利息收入 我承认利息收入的时候 我就是借什么 运收分期账款 好 只是这样而已 如果是净额法的话 只是这个分路的科目 西方科目不太一样 因为它没有 净额法就没有为实现利息收入 所以我收回来 利息收入就是 就是增加我的运收分期账款的金额 好 要不然我的运收分期账款80万 我最后会收到的 105万5190 怎么会收到那么多 对不对 所以因为每次的利息收入 会增加我的运收分期账款的金额 那个金额 所以余额会剩下 就这样而已 好 这样有没有清楚呢 好 看来我们的时间不太多 所以我们线绕合约 可能就没有时间讲 好 这是课本上的 我们只讲到第一个 我们说收入任何完成 我要写作 我要讲三个 好 三个里面 我只讲了一个 好 那下个礼拜 我们一起讲 这个建造合约的部分 好 那我说这个观念也很重要 那那个顾客忠诚计划那个部分呢 好 因为它不是很难懂 只是要把它 因为国际配准了之后 要把这个东西单独拉出来 好 那这个里程数 在它还没有实现之前 就有点像我们什么 估计赠品一样 如果我们 大家记得吗 我们就讲 估计负责的时候 我们讲 产品保证负责 它有个什么 证品费用 有没有 但是跟证品用是类似的 现在只是说 我们在承认收入的时候 我可能把我的 当时的一个 售价里面 有一部分把它 列为我未来 会给 那个 这个 顾客的一个证品 只是我把它单独承认为什么 预收 就把它单独分开而已 没有当上就承认收入 而是我先把那个部分 先当做是预收 后来就是当我去旅行了 我这个给客户的 那个什么 旅程数的 回馈的时候 我再转为收入 只是差到这样而已 好 所以大家的观念 跟我的证品费用很相似 好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有时间 我会再来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没有时间 但是我相信大家可以自己看 也可以看得懂 它的概念 就跟证品费用的概念 也很相似 就算品费用 那时候我们在讲的是费用 空气负债的部分而已 好 只差在这里 好 那我们今天大概就先讲到这里 然后待会儿 消息先交叉 好 我们就下座